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你不结婚了 他哥哥说 现在我已经有了一只猫 一只狗 还有一个鹦鹉 我足够了 妹妹不理解啊 哥哥 那这三个小动物怎么能够代替妻子呢 他哥哥说 哎呀 太可以代替了 狗整天乱叫 鹦鹉天天骂人 而猫整晚都不回家 有一位佛友 学佛前曾经四次结婚 他总是埋怨世界上找不到好的男人 他给他的朋友 看了他当时写的顺口溜 他说 嫁对了人 天天过着情人节 嫁错了人 天天过着清明节 嫁个懒人 天天过劳动节 嫁个有钱的人 天天过春节 嫁一个花心的人 天天过寡妇节 嫁个幼稚的人 天天过儿童节 嫁了一个骗子 天天过愚人节 我不嫁 想过啥节 他还说道 不是你的菜 别去新锅盖 不是你的爱 千万别依赖 学佛修心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能够让你学会珍惜 当你珍惜你身边的人 你会拥有他 当你珍惜能够帮助你的人 你会得到他 这是一种慈悲 这是一种超出人间的爱 这是一种慈悲 喜舍的境界呀 人生祸福无常 我们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我们只有珍惜人生 学佛修心 才能不忘在人间走一遭 我们要学会在人间吸取惨痛的失败 得来的那些教训 要懂得对你不好的人 你不要太介意 因为在你一生中 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 除了菩萨 除了我们学博人 所以对世界上所有帮助过你的人 你要学会感恩和珍惜呀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拥有的 当你看透了这一点 就算将来你失去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和事物 你的心也能过得去 生命非常的短暂 但我们还有很多人每天在浪费宝贵的时光 可能明天你就会发觉生命已经被你抛弃了 享受生命的日子已经没有了 所以要学会珍惜 好好学佛能够知恩图报 定能让你在人间破迷开物 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呀 好 自本容颜恋我生还未想 那么大悲观世音不测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